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他的文章第三段 第三段他说 Even though there may be one or two disadvantage to this living in the rain To live with the American family The advantage is far away with them 大家看到这句话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好像很熟 这句话什么时候出现过 就是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大家发现了没有 它是它的翻版 但是它换了一个方法来表示 大家现在很常可以学会这句话 那就是Even though there may be one or two disadvantage to a The advantage is far outweigh them 这里都使用outweigh outweigh它叫outweigh 这个weigh是什么意思 weigh就是重 out是超过 outweigh是什么 比什么还要重 那么比什么还要重的意思是说什么样 比它还要重要的意思 所以outweigh的用法是很漂亮的 那么这个结构跟刚才他们讲的 第一段的最后一个句子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它具有无限的可扩展性 那么只要你想到两个东西选一个 你就可以这样说 或者说是一个东西的两面 要你选一个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结构 那么大家最主要是要学会outweigh这个结构 下面我们再看 这句话是干嘛用的呢 这句话是用来成长几下 大家发现的吧 他首先谈到了 the advantage 下面有几个呢 又认识出来了advantage 所以这句话是明显的用来成长几下的 接着来说 by taking part in the home state program the student ha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their customs 大家发现这句话 是这个段落里面的什么样 核心思想 而这句话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学习美国文化 而学习美国文化 是不是他我在第一段里面提到过的那个那个理由之一啊 就是学习文化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句话之后就可以想象 下面一段一定要讲什么 learn american learn english 对不对啊 下面一段肯定要讲improve english 大家看一下下一段是不是在讲improve english啊 果然是这样的是不是 那么就说明我们在以前跟大家讲过 第一段里面要表明两个理由 下一段的时候就分别论述两个理由 然后把它展开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网络看 那这个he will find out how to behave in different social situations such as parties and ceremonies and how to dress on these occasions 对于how to and how to 在这里说了find out the being 他发现了没有 对于是是两个不定时代变列 看到没有 find out how to do and how to do 两个变列的 那么再还有 大家发现这里的词叫做 different social situations such as parties and ceremonies 也就是说在such as parties and ceremonies 又在给什么 又在给细节 大家发现了没有 他随处可见的词是什么 就是for example和什么 和such as 这边文章里面充满了这种东西 如果加在你的文章里面 也能充满这种东西的话 那你的文章肯定是非常的convincing 非常的reliable的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他接着又一句话 他说also 大家看到这个also广名 这下文是什么关系 又是并列关系吧 所以这篇文章里面表明 这个语言之间关系的词汇 是特别明显的 sign of words 是非常粗粗的 那么关于语言的衔接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了 语言性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方法就是通过 这个sign of words 或者expressions 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 代词 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语言的粘连 那么主要是通过第一种方法 我们在目前阶段 主要通过第一种方法 你不要觉得说 我内在的记录联系 我要没有这个东西 会更好或者什么的 千万不要这么想 今天我们在ETS做培训的时候 我们也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有明显的这种标志 让这个考官在那个reader 他在通过文章的时候 有更加清晰的 对文章的框架 更加清晰的概念的话 那这个文章可能会 更容易得到高分 所以说你使用这样的东西 对你来讲 丝毫没有任何问题 反而会有利于你获得高分 当然了 从另一种方法来讲 大家使用这么些词 你的这个词汇还增加了 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这个不要忘记 也不要害怕使用这些东西 He will learn about many other aspects of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这那个词叫做many other 大家知道 other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其他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有了other这个词 也表明剩下文什么关系 也是避免关系 对不对 就是说跟你主力的 来 这个是小红 来 我再给你介绍一些别的同学 那么 跟你介绍一些别的同学 表明小红就是什么 就是同学 对不对 这个阅读里面 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推理的方法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other aspects 好 大家注意了 他说 还有一些别的方面 他们又紧张的又说了一句叫什么 such as 这个人 时刻不忘了就是such as such as the way schools are run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比如说 关于学校的运作 with the family close by he can ask questions about the tennis rules and school courts 对 那么关于学校运作 他又指了两个例子 一个叫什么 the tennis rules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做 school courts 所以大家看 他是从大到小 再到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发现了没有 他这样一个包含关系 那么 the family will make certain that he becomes acquainted with this new way of life and soon he will feel at home 这个一个叫 soon be will 打错了 soon he will and soon he will feel at home 然后很快他就会感到什么 非常自在了 好 接着呢 我们先分析一下 这个句子里面的一些东西 首先大家注意到 这里有一个词 叫做 at home 他说at home 这个词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词他接下来 第一个词他都知道 at home 什么意思 在家 at home的叫意思是什么 at home 叫意思是 自由自在 感到很自在 不拘束 叫做at home 比如说 有家里来了客人 你会对客人说什么 hey everybody help yourself please feel at home feel at home 什么意思 不要这么拘束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是不是 这是at home的用法 at home的第三个用法是 很在行 很在行 很厉害 在什么方面 相当于be good 叫at home 其他的用法通常是 叫做feel at home 或者be at home in doing something in something 叫be at home 或者feel at home in doing something 当然一个是in something 这个例子 我特别能游泳 我特别会游泳 我们怎么说 叫做i am at home in swimming i am at home in swimming I am at home in telling jokes 我特别会讲叫话 I am at home in doing something 这是大家知道的一个结果 好 这是关于at home 这个词我们讲这么多 at home的用法 这里使用的很地道 大家看下来吧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词 就是be acquainted with be acquainted with 等于一个简单词叫什么 be familiar be familiar with be familiarized with be familiar with be acquainted with 我们叫一个词叫做熟人 怎么说 叫acquaintance 这个叫做一个熟人 OK acquaintance 并不一定就是一个friend 对不对 他是一个熟人 但并不是朋友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分析第三段落 它的基本框架 什么样子的 先来看一下 第三段的第一句话 是干嘛的 乘上几下的 第二句话干嘛的 是表明了这句话 这篇文章的第三个段落里面的 main idea 是不是 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第三句话 是表明了分论点一 是不是 是不是 第四句话是分论点二 是不是 然后分论点二的后面紧跟着给了一个什么 一个例子 就是什么 school course 是不是 对 就是那个 这个house schools are run 而house schools are run的后面又给了一个什么 又给了一个更细的东西 就是school course和这个attentance rule 对不对 是第六句 然后最后一句话是干嘛的呀 make certain 是一个结果 是不是 所以它最后呢 一个第七句 是一个结尾 大家可以发现 这段落它是个什么关系 我这样写 大家可能就更明白 这段是明显的什么关系 总 分 总 你看到没有 它这个段落是总分总的关系 第二个段落是平行关系 第三个段落呢 是总分 总的关系 第二个段落呢 是平行关系 或者要并列关系 下面我们看我们的第四个段落 第四个段落 它叫做another advantage 大家可以到啊 another这个词 同时表明了 这边我们的第三段 其实在什么关系 并列关系 对不对 那么它处处就这种啊 sign of words 来表明句子和句子的 或者段落和段落的关系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牢记 处处都要有这种东西 你不要说 这个文章 这样读起来 就像小儿科的文章吗 这样别人读起来 那么容易懂 那你想怎么样 你想看完了 看不懂吗 让他更明白的 把文章看懂 把文章结构的明白 意思呢抓住 那么更容易被缩辅 这样呢更容易得高分 所以这对大家俩是十分重要的 another advantage to living with American families that the students in ideal environment to improve English 他注意到 这句话其实表明的意思 跟第一段里面的那个 live 那个第一段里面的那句话 就是improve things quick的意思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吧 那么可见 这篇文章里面 在表明意思的时候呢 使用了什么样的 不同的表达方法 就是different expressions different wording 那么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学会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个词叫environment 它叫environment什么意思 就是环境吧 大家注意到在第三段落里面 第三个段落里面的 第四行 第一个词 叫做situation 请问situation什么意思 情境吧 后面几个那些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occasion 注意到了吗 occasion什么意思 情境吧 环境吧 所以大家发现 这篇文章里面 这个同意的变化 它实际上是不是很多呀 实际上非常多 当然了 它犯了一些小的错误 这个我们就不提了 那么我们给大家再来的说明 一篇文章里面 如果你犯了小的语法错误 或者spelling有问题 不妨碍你获得满分 一点都不妨碍 当然了 我们要尽可能避免 所以我说到这里的 实际上请大家一下 考试时候呢 有没有必要 非要留出几分钟来检查文章 那么我们的一件事 与其这样 还不如怎么样呢 写的时候就细心一点 然后再把文章写得怎么样 更漂亮一点 写得更好一点 然后呢 给出更多的理由 更多的例子 这样的话呢 文章可能更加的 这个convencing 会得更多的分数 当然了 如果你确实已经写完了 文章总体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时候剩下两分 两三分钟 然后你自己检查一下 那当然更好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这个方面的观点 下面我们记得看一下 他把关键一给出来之后 马上就给了一个词叫什么 就是for the example 又是开始举例子了 他说 for example each time he has a conversation with someone in the family this native speaker can help him with the pronunciation and grammar 那么这里 讲了第一个好处 就是家人可以教他 学习语音和语法 maybe the younger children in the family can help the student with the homework to 大家发现这个to 表明什么关系 又是变点关系吧 这些文章里面呢 就是充满了这种东西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我顺便问大家一下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说 来你去玩吧 这个作业我帮你做了 我帮你做了 那个帮怎么翻译啊 你去玩吧 这个作业我帮你做了 那个帮怎么翻译啊 大家知道 那个帮肯定不能翻译 help 因为大家知道 我帮你做了其实是什么 我替你做了 是不是啊 而他们说的帮 和我们中国说的替 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这大家希望 大家应该搞清楚的 有的同学看到这句话 说他高兴说 哇 在外国人家住 他还帮着作业啊 太好了 他说的帮 是说你也在场 然后他帮你想办法 一起来做 不是说你想那种 我们中国说的那个帮 就是他帮你做 好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最重要的事情是 那么大家知道 最高级 至少表明 应该有三者是不是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前面的两者 和这一者什么关系 仍然是一个 并列关系 所以这是 并列关系特殊方 里表达的叫做 the most importa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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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ect 等等等等 这样的方法 他说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e surrounded by English most of the time drin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在美国期间 他一直是什么样 身边都是英语 好 这个结构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的第三段的结构 第三段 第四段 第四段的第一句话 是干嘛用的 是一个总结式的吧 然后第二句话 是干嘛的呀 是不是举了一个历史上 一个分论点呢 然后下面是不是讲了第三点 又是个分论点呢 然后又讲了第四句话 是不是又是个分论点呢 所以他这段一句有几句话 一共就只有四句话 其中有三句话呢 是对第一句话的具体的细节化 有三句话是对第一句话的细节化 配共就只有四句 这大家发现 第四段什么关系 总分设的关系 而第四段和第三段的总关系 什么关系 并列关系 大家一定要学会这个结构 我建议啊 大家在这个以前训练的技术上 把这种结构呢 加到你的文章里面去 你们呢一定要 一定要所有的人 按照今天讲的这个结构 框架写一篇文章出来 就模仿 百分之一百的模仿这个结构 你写一篇 你试试看 你会发现 从此writing变得非常easy 大家现在发现 这两段里面是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二 解一部分的二 对不对 而这个二和这个平行关系的 平行关系 这两段大家发现什么关系 它是不是还是平行关系啊 这边想的是什么东西 想的是disadvantage 下面想的是什么 advantage disadvantage什么关系 是不是并列关系啊 所以他们两者又是并列关系